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党又端出这个蒋经国的故事 难不成是要打经国牌吗 国民党立委是认为说 蒋顾总统对台湾的贡献很大 但是经国牌的移情作用 在总统立委选举恐怕这个作用不是很大 另外呢 现在这个蔡英文的部分的话 她现在是不是要面对某些难题呢 初选结束过了一个多星期 但是苏贞昌她就说蔡英文都没有跟她联络 所以也让大家就开始揣测说 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心结难解呢 蔡英文星期五的时候她是公开说明 说下个星期开始要展开请议之旅 要用党主席的身份来拜会这些大佬们 对此呢 前副总统吕秀莲就批评 这个蔡英文没有诚意 她没有诚意凝聚党内的力量化解心结 感觉上呢 这个事情好像也变成了 蔡英文挑战总统大卫 现在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好 另外呢 我们就刚刚讲到 这个有关于并选 是在明年的1月14号嘛 好 那看在命理老师的眼里又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从一个比较趣味的角度来看 有一个命理老师就说 根据流年 过了农历年之后就是农年嘛 对于马总统来说 整体运势是很旺的 比较有利的 但是对于蔡英文来讲是凶多吉少的 但是如果说合并选的话 这个时间就提早了 变到兔年了 整个运势走向是大翻转的 对于马英九来说变成了凶多吉少 对于蔡英文来说是吉星高照 我们来看看 2012总统大选 双英正式对决 不过这时间点从本来的3月提前到1月14号 时间只差两个月 但因为刚好碰到农历过年 运势却是天壤之别 对于马英九的这个兔年来选举 1月14还是属于兔年 是比较辛苦的 那么如果换到农年选举的话 马英九是三个贵人 没有小人 也就是三颗吉星 一颗凶星 选起来天使是占便宜的 是可以成比较有成功的机会 先就天干来看 马英九民国39年次 根影年生 根属金 影属木 而蔡英文民国45年次 并生年生 并输火 生属金 光从年干来看 蔡英文天生就是马英九的对手 另外再从流年来分析 合并选举前 整体运势对马英九而言 本来比较有利 对蔡英文来讲相对不利 但是合并选举后 也就是还没过农历年 兔年对马英九来说 反而凶夺极少 对蔡英文来讲则是鸡心高照 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吗 事实上选举要打胜仗 不光靠是天时 还得配合地利 人和 三者缺一不可 如果天时没能掌握好 其他两者得再加强 谁能胜选都还有努力的空间 三零新闻从文方红语 台北参谋导 好 要选赢 其实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那我们刚刚看是猝鼻子 一般来说选连任的 很多人会觉得说机会比较好 因为你可以端出政绩来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 马政府打出什么牌 母亲姐打出金国牌 所以是怎样 摆明了没有政绩可以拿出来吗 如果说到中共就想说 中共就叫马英九验去 当初他作业必须 结果有绿卡 他也没跟中共就说 所以有人说过 无能力你来向勇人还没关系 但是一个会去创改力数的人 这种人是绝对不能信用的 因为他连他的头戒就加骗 他连力数他就加戒的人 这种人什么手段都用去创 就像最近的选举一样 他用到各种的办法 无论是合并参计 提前参计 大胸回来投票 甚至现在还在说 就是学生姻刚刚要回答这个时间 刚刚回答了科技 因为这个学生姻刚刚开始有投票管车的人 根据民调是马英九比较差 所以科技的时间不需要改 不需要让孩子回答他投票 所以说千算万算不如天算 怎么说 刚才在说 对马英九很不利 大家就开始影响 再来其实 国民党就听中国的娃娃娃 怎么说 因为每一个台胸 选举一个 我刚刚是几堆 什么人让台湾的干部 利用背景去中国 去让人欺负 去让人走贪 而且台胸在中国 无地位 因为你一个台湾的总统 你无法替台湾的八十发声 结果我们的做生理人在大陆吃虎 叫中国去乎 都不敢说什么 放在我们的人在中国方招贪 所以这些人放在 当然对着中国来看 就一个做生理的人在中国 敢说我只是民政党名字 你便宜了 对啊 所以在中国认为 这些台胸都支持国民党 只要中国发声 叫台胸支持什么人 这些人支持什么人 再回到台湾 这是必必投票的行为 所以这个结果 这个可能是对民政党优利的 但是国民党一直都认为 这对他们更优利了 因为他的动员很多资源 包括怎么帮助台胸 基票怎么优待 让这些人回来回票 但是属于他的结果 不一定对国民党优利 所以我们在看 其实国民党最近这些动作 让人们觉得 对共武方 选择全部 用到各种方式来英雄参计 包括说 古典五党的参计 这些做法老实说 都是为了国民党 要去北条 他的主观都用下去了 但是你要知道 民心疏变 因为八时想要关切就是 我的生活就是不好 如果不好就必须要赢总统 包括这些年轻人 没看到名字 没看到我的将来 没看到我的环境 当然没可能 再有一次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看 在这个参计的过程当中 当然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公开 但是 我们现在看社会上 经国八时的感觉就是 要参加总统台湾才有自己的机会 人家说人算不如天算 但你就是要尽人事听天命 我们看到现在 马总统他们在母亲节拍这个短片 打出金国牌 打这金国牌来干嘛 就憋哀啊 因为他自己真的是毫无政绩嘛 所以只能消费蒋经国先生 可是就像刚刚建明所讲的 只要大家想到说 蒋经国先生当年重用你 他最痛恨牙刷主义者 机会主义者 就是你都有绿卡还骗他 我觉得大家心中会怎么想 那我今天必须要讲 我觉得马一Q总统 其实你最大的盲点 真的 你以为机关算尽拼选票 你就能够连任 错了 酸总统 其实我就以美国以前选总统为例嘛 那时候布希 波安英雄 当初民调九十几% 后来为什么被克林顿打败 克林顿是一句话 你有比四年前活得更好吗 台湾那宣民老高的理想 我同样问大家一句话 你有比过去更好吗 但是我们的总统不失政土 只想我一天 有空不顺的 全外包 你说和平选举 我坦白讲 我觉得那个巨星真的太恶毒了 他有名在国民党的领地当中 就是说他觉得台商铁票应该是他的狼中物 为什么 因为他会跟台商说嘛 只有我继续很正嘛 我跟中国好嘛 你们在中国才会好起来 真的是如此嘛 我必须跟台商朋友讲 以共产党那种务实现实的性格 然后各位再看看香港的例子 香港回国以后 司法的终审权是北京 然后香港的特区政府自我审查 比北京国家北京 非常的保守反动 他们其实很多的自由都在倒退的 今天你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母国 如果政府没法做你的北京 而这个政府 如果台湾自己的母国政府 通通都是以北京马首是章 你认为台商在那边会有多少的地位 所以我今天用台商朋友 自己会想到这点 那我觉得这也是马英九治国 一个非常大的盲点 也就是说 他把台湾从内政到外交 坦白讲 他几乎都仰望中国 一厢情愿的期待 所以我说干脆你BOT和北京政府 好了嘛 你这个政府完全无能嘛 你因为仰望中国的结果是什么 金融不太好啊 投资来更加少啊 然后台湾去中国资金都更多啊 市场越来越高啊 我们的薪水越来越低啊 一切的痛苦 包括我们的民主自由倒退 人权倒退向中国倾斜 这就是没座的众论啊 所以马总统你以为 透过并选 第一他想说台商 二三十万 一商的选票都立地了 第二就是居心更加选 就是说手头足他不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多么过分 他让厅底下的妈妈们大乱 他让了这个我们的考生呢 也是这个大家忙得一塌糊涂 他甚至于让这个学策 为了伟大的马英九总统要选连任 所以要延后好几天 这里面他甚至于教育部 你看最近下了一个命令 他说国中国小学生 考试提前在1月13号以前完成 台湾心有什么没 有什么事 因为这里面大学生有手头足 对 为什么学策要延后 因为让你没人回来投票 所以机关算尽啊 可以剥夺手头足的权益 可以让大家满成一团 甚至于我们一再讲说 四个月的宪政危机 空窗危机 他都可以不管 那我觉得今天台湾人民的痛 就会说 这个总统为了选票 他到底可以不择手段 到什么样子的地步 他可以财政几率败坏 可是他切蛋糕似的 一下子军工价加薪 一下子什么什么台高农稻米的收购价 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 一下子什么奢侈税打房 但是又像建商市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政策是互相矛盾的 互相摇摆的 但是他把台湾搞得越来越糟 越来越乱 那么到最后人民会问啊 你机关算尽的结果 你只算自己的选票 可是我们不是选 我们不是选票的工具啊 然后机关算尽的结果 马总统 你应该读过红楼梦吧 算尽的轻轻性命 你要不要机关算尽的结果 算坏了国家的内政 算坏了国家的财政 让人民生活越来越痛苦 然后剥夺我们手头足的权益 到最后结果 我们就用选票来反扑 来告诉你 马总统你错了 你真的应该下台 机关算尽 其实不见得可以得分 因为民众大家眼睛 都看得很清楚 好那我接着也请教一下李议员 我们来讲讲 民进党内部的这个问题 现在呢 蔡英文声势很好 但是呢 现在在这个 这几天报道 当然也讲到说 党内的整合 对他来说是个考验 那苏贞昌也说 蔡英文没有去找他 蔡英文说 因为他要打扫家里 那他下礼拜呢 要以党主席之姿去 而且呢 他是说 他要拜会所有的党内大佬 等于是苏贞昌名列其中 好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好 当然用一个 我们的局外人 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 蔡英文主席 他的情谊之旅 这个 讲的 都是叫情谊之旅 其实他叫整合之旅 这个不可能只是情谊而已 事实上真正的目标在整合 就如同当年 这个李登辉 在国民党里面 这个 因缘际会 当上的总统以后 可是呢 党内的所有的大佬 这些 各个这样的 各个山头 他必须要 必须要去摆平嘛 所以他也有情谊之旅 我们叫做八大佬 或什么几大佬之类 他也是一一去拜访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都是属于整合之旅的 一个一部分 尤其是蔡主席 现在在民进党里面 现在面临 面临这样的一个党内 可能在大选的期间 有可能 这个茶壶里的风暴 会被爆开 现在坦白讲 目前是茶壶里风暴 你不要看苏贞昌这么安静 这个越安静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暴风 这个雨前的临近 这是风险最高的 这个越安静 这个越安静 风险越高 这个千万不要忽略这个事情 如果苏贞昌他不安静 这还好事情 好事 但是他越安静的时候 那如果你只是去请义的话 这个事情是 我认为是整合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说 蔡英文基本上来讲 像又放出来 说因为要争气业界 要争什么外省级 我觉得是放出的讯息 是讯息从我们的解读 从我们研究政治的解读来讲 是告诉苏贞昌说 你要放弃 当副手的这样的想法 那他如果心理上 已经有放弃的想法 进一步要去整合 要去请义 成功机会会比较高 我想这个无外乎 都是一些政治手段的运用 因为我们以前长期过去 我跑过政治新闻 跑过十几年 我从这也从这十几年 大概他在做些什么 我们也就了解 可是问题是说 最后蔡英文 他能不能整合的完成 当然如果说我今天 是由我个人发言的话 对不对 我们当然是祝福他整合完成 但如果说从一个 这个竞争对手来讲 国民党跟他竞争的话 当然希望他整合失败 这是必然的事情 但是我们认为说 为了政治的稳定 我们还是祝福他整合完成 30秒给你回应 其实他这个心不正眼睛 看出去的东西 永远都不会正 民进党 其实你仔细的去看 这个像比如说 总统提名人选出来以后 他本来就应该要去 到各方去做一个请义 苏贞昌先生咱家也讲 苏院长也讲 那小夸事情 民进党其实现在真正的重点 蔡英文主席在想的是什么 是怎么样把这些老百姓的苦 借着2012把这个总统换掉 这个才是重点 我想说你对共和谣 不知道我都发声了吗 台湾就是充满了斗争 你知道吗 媒体他自己本身 记者以他自己的观点说 我设定几个标准说 这个可能是副手的一个 好的人选 你也杀了动作军 我觉得李清伟也不错 吃的吃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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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